大家今早聽到林鄭對有關人工島填海的一些說法 她沒有點名 但她很明顯質疑有一些民調的 不論是結果 或者是提問方法 以致是因為這樣而出的一些結果 就會造成什麼的後果等等 這個我們是需要反駁的 第一 她就說 她見到有些民調有關人工島的調查 是證明支持的 她又沒有說哪一筆 她很明顯想一手撥開我們民主派委託港大做的調查結果 就是有四成九的人 香港人是反對的 第二 她就說 那個提問方法 視乎你怎樣問的 我們第二題就是這樣問的 就是說明你會不會認為 先處理了我們足足有1300公頃的棕地 才再考慮進行人工島填海呢 那林鄭的說法就是說 你這樣問呢 當然答案是的啦 意思就是 你問人地球是否是圓的 當然就是啦 但這樣說呢 是100%不公道的 因為我們這個提問方法有甚麼問題呢 你是不是質疑港大文言 中庭耀的那個專業的技巧呢 而第三 就是你說這樣問 當然有這樣的答案 這些都不用說的 說多餘的意思 但她跟著說 說開發棕地 那種時間所需 即使是要很長的時間 但她自己也都承認 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問題呢 是刻不容緩 她甚至自己也都提到 說現在輪候公屋的時間呢 是長到5.5年 那你這頭說刻不容緩 為甚麼那頭又會說 開發棕地會 更慢過走去這麼大的工程來填海呢 這個是令人不解的 而更加比較奇怪的就是 她也都自己提 說這些填海 以至是規劃的 政府的計劃呢 是有法定的諮詢的 那好不就是諮詢呢 那一樣是需要時間的 那所以 林鄭月娥現在對人工島填海這回事呢 她的說法呢 她不單止是兜兜轉轉 她根本是調轉一些說話來講 總之呢 就是她一錘定音 如果她說有調查 其實是支持人工島填海的 那她說出哪一份呢 我估計 我懷疑呢 就是她是提出團結香港基金 應該是幾日前呢 就委託中大做的一個調查 就說有四成九的人呢 是贊成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裡有個文條說四成九人贊成 即是仍然有五成一的人呢 未表示贊成的 而那一頭 我們這一頭 我們就說有四十九%的人是反對 你足以證明這件事在社會上引起的撕裂是多麼浩大 所以你作為行政長官 你就不可以 你這個四十九% 我就不接受的 因為你反對 但那一頭四十九% 她們表示支持 我就很接受 因為適合我心意 這個一定不是她應該有的施政方針 其實她都聲稱說 都會等到土地所提供的報告 但與此同時她亦都說明 以前不能夠互備 那你怎麽看呢 等於已經廢了那個土工組的報告 她很明顯對土工組的工作 是完全掉以輕心 即是當你是在旁邊吃花生 旁邊學來的 我作為香港的行政長官 我說這樣就這樣 這個是香港人都覺得不能夠接受 因為現在你看到林鄭的說話姿態 越來越有梁振英的影子 她以前說話是兜兜轉轉的 現在根本是刀轉來講 是顛倒是非的 這個是香港人要大家看清楚 那你認為是梁振英的指令 梁振英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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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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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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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